2008年4月29日 被誉为民间出版第一人的北京著名书商陈阿雄 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处刑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 然而谁能想到 这起普通的重婚案 从其妻子上告到一审判决 经历了四年时间 期间更夹杂了复杂的爱恨情仇和一起 本可避免的血腥惨案 敬请收听本期的派案故事 婚变之后 陈阿雄是内蒙古伊克招蒙人 1991年 23岁的他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 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任秘书 一年后 他辞职下海到海南闯堂 1992年7月 在海口开了一家蒙古包美食文化城 就在这一年 陈阿雄在接待来自家乡演出的演出团的时候 认识了内蒙古杂技团的女演员陈曼青 陈曼青虽然比陈阿雄大八岁 但身段柔美 看上去和他年龄相当 两人很快坠入了秦王 当年底 这阵刚相识两个月的姐弟恋人就闪婚了 婚后他们生下可爱的女儿 不甘于现状的陈阿雄 是个有着强烈文化情节的人 早在大学期间 他就编写过一本《风靡全国》的畅销书 当海南的生意积累了一定财富后 陈阿雄便决定收手投身文化事业 1996年陈阿雄和两个朋友成立了创作室 很快推出了几本畅销全国的书籍 1998年为全力帮丈夫的文化传播公司运作 陈曼青忍痛告别杂技舞台 1999年底 陈阿雄策划的有关草原文化的书系 编辑出版的一些文从轰动全国 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陈阿雄夫妇先后在北京市海淀区和大兴区 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置了两处房产 购房后 陈阿雄全家一直在大兴区的房子内居住 在此期间 陈阿雄忙于策划编辑出版图书 而陈曼青全心全意帮助老公打理公司的业务 照料女儿 到了2001年 陈阿雄已被业界誉为中国民营出版第一人 成名后的陈阿雄身价倍增 但他与妻子的感情生活慢慢出现裂痕 人到中年的陈曼青身材容貌变化很大 加上陈阿雄觉得他文化水平不高 不愿意带他出席各种名流聚集的场合 失望和不满纠结于心 导致两人争吵打闹不断 出案逝世的女儿便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沉默成熟着 2002年7月6日 陈阿雄陪同天津的杨姓作家到甘肃某市签名授书 当地记者竟将前来采访 这其中包括视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周飞飞 周飞飞跟杨姓作家是老朋友 因此全程跟随他们采访 当十年二十八岁风刺绰约的周飞飞出现在陈阿雄面前时 陈阿雄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而周飞飞也在近一个星期的贴身采访中 为陈阿雄的财情所折服 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当天陈阿雄离开甘肃去新疆时 周飞飞依依不舍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仰慕之情 并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年幼的女儿 但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这个美丽女人的真诚表白 令陈阿雄怦然心动 一乱情迷时 陈阿雄抓住周飞飞的手 动情地说 我知道 一个正在婚姻中的男人 向你表达爱意是不道德的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跟他离婚 因为你才是我最需要的爱人 这次到甘肃 冥冥中就是专为你而来 陈阿雄没有食言 回京后就对妻子实话实说 并提出离婚 陈满清哭着央求说 只要陈阿雄离开周飞飞 不管什么委屈 他都承受 毕竟女儿还未成年 但是 陈阿雄是铁了心 要跟陈满清离婚 2002年7月底 他正式向陈满清提出协议离婚 陈满清无奈之下 签订了离婚协议 但离婚的前提是 将两人购买的 位于海淀和大兴区的两套房子 花到自己名下 同时补偿自己150万元 陈阿雄同意将房子给妻子 但因为购房时房主的名字是陈阿雄 并是以他的名义向银行贷款 所以两人在办理银行过户手续时 遇到了麻烦 陈满清迟迟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因此带来了无尽灾祸 婚没有离城 但看到丈夫成天婚不守舍的样子 陈满清又悲又气 他告诫丈夫 在还没正式离婚之前 不能和周飞飞见面 更不能在一起 否则他将提出更多更苛刻的离婚条件 2002年8月初 在陈阿雄参与组织的全国的比会上 周飞飞作为论坛的主持人 应邀参加了会议 比会期间 两人天天都在一起 陈阿雄还向同事和朋友介绍周飞飞 说她是自己的后现代夫人 俨然把自己和周飞飞的非法关系公开化了 比会结束后 陈阿雄悄悄把周飞飞 安排到离家不远的大兴区 聚沙院宾馆居住 接着又在大兴区租了一套房子 两人以夫妻名义住了下来 此后陈阿雄很少带回自己的家 陈阿雄肆无忌惮的言行 让陈满清怒不可遏 那一刻他改变了协议离婚的决定 发誓绝不放过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和出轨的丈夫 此后陈满清开始注意陈阿雄的行踪 以便收集将来打离婚官司时 可能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陈满清很快请人偷拍了大量的 两人在一起散布和娱乐的亲密照片 在得到周飞飞的手机号码后 陈满清自爆家门 和他在电话里大吵了一通 陈阿雄心里留存的 对陈满清的愧疚荡然无存 女儿放学回家后 无处诉说悲哀的陈满清 竟然拉着女儿 哭诉陈阿雄在外面包养情人 年幼的女儿伤心不已 陪着母亲一起哭泣并发誓 绝不会原谅可恨的父亲 此后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学习成绩急剧下滑 陈满清此时没有帮助女儿排解 而是在女儿面前更加变本加厉的 斥责陈阿雄 让那个稚嫩的心灵 过早的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2002年11月7日 陈阿雄和周飞飞 又移居到通州区华兴园小区 此时单位正好推荐周飞飞 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 这样她能长期陪伴在陈阿雄的身边 2003年上半年 全国爆发了非典疫情 北京的局势也一下子紧张起来 周飞飞很长时间 无法离京回家看女儿 从2003年3月到11月 她接来了女儿 与陈阿雄以夫妻名义 共同居住在华兴园小区 这期间 陈阿雄和周飞飞 经常在楼下打羽毛球 周围街坊邻居 都认为他们是一家人 房主和街坊们 也证实了陈阿雄与周飞飞 以夫妻名义 共同居住的事实 而陈曼青也多次请人拍摄了 大量陈阿雄与周飞飞母女 在一起的照片 搜集到这些有力证据后 2004年2月3日 陈曼青以重婚罪 将陈阿雄和周飞飞 告到北京市大京区人民法院 虽然在此之前陈曼青向法院提出过离婚请求 因为他们的离婚关系尚未结案 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案件审理原则 离婚案件暂时终止 法院先审理陈曼青提起自诉的 陈阿雄涉嫌重婚罪一案 2004年4月8日 因为此案涉及隐私 北京市大京区人民法院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 陈阿雄周飞飞涉嫌重婚一案 在法庭上 陈阿雄承认自己是在接受采访时认识周飞飞 但他坚决否认与周飞飞以夫妻名义同居 因为非典期间周飞飞在北京无处可去 受朋友杨作家委托陈阿雄以公司的名义 安排他和女儿暂住在通州的住房内 所谓重婚纯粹是主观异断 最后陈阿雄在法庭上宣称 陈曼青诬陷我和周飞飞的正常男女交往 处心积虑将我送上法庭治罪 是想达到报复将我净身出户 独霸财产的目的 出人意料的是 在周飞飞到庭参加诉讼时 坚决否认自己是传票中的周飞飞 而爆出另外一个名字 萧珊 并出示了萧珊的身份证 因被告身份无法当庭核对清楚 案件暂时终止审理 后来经过查实 当天出庭的女子就是周飞飞本人 但当时周飞飞已经神秘般消失了 法院提出 作为自诉人 陈曼青有义务协助法院 找到周飞飞的下落 此后陈曼青开始发动亲友帮助 他四处寻找周飞飞的下落 2004年6月16日 陈曼青得知周飞飞和陈阿雄 要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海淀区中海亚院的那套住所 当时这套房子里住着陈阿雄的姐姐 陈曼青立即在二哥陈飞宇和两个朋友的陪同下 开车前往中海亚院 赶到中海亚院的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陈曼青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便使劲拍门 此时房间里共有五个人 分别是陈阿雄的姐姐 陈阿雄 周飞飞 以及陈阿雄的外甥罗东田 及其女朋友 他们正在吃饭 听见陈曼青的敲门声时 陈阿雄的姐姐担心发生冲突 一直没开门 情急之下 陈曼青拨打摇摇零报警 但是警察来后依然叫不开门 在双方的对峙中 陈曼青一气之下又找来了开锁工 正当开锁工拿起电钻石 陈阿雄在里面大喊 这是公民的住宅 不可侵发 今天你要是敢开锁进来 就要负法律责任 随后 陈阿雄隔着防盗门 告诉门外的警察 陈曼青是他妻子 他们正在闹离婚 请警察不要干涉家庭矛盾 警察和开锁工觉得这是家务事 纷纷离开 因为进不去 陈曼青和二哥 其两位朋友 只好下楼将陈曼青驾驶的保来车停在楼道口蹲守着 等着周飞飞出来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夜 因为陈阿雄从楼上看到陈曼青的保来车没有开走 而是堵在了楼门口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出门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 陈阿雄的外甥罗东田先出来 走到陈阿雄的奥迪车前 开车离开了单元门 陈曼青他们没有动 仍然守在原地等待周飞飞的出现 几分钟之后 周飞飞和罗东田的女朋友迅速下楼 绕过陈曼青的保来车迅速跑向车后 此时罗东田已经开车悄悄绕到陈曼青的保来车后 等陈曼青回过车来之后 周飞飞和罗东田的女朋友已经跑到奥迪车上 奥迪车轰的一声加大油门 朝小区大门及时 辛辛苦苦蹲守了一夜 居然被陈阿雄和周飞飞算计了 陈曼青急不可耐 立即驾车追了过去 当他们追到小区门口时 正好小区保安将前面罗东田的奥迪车拦下 收取车辆的进出卡 就在这个空档 陈飞宇下车跑到奥迪车旁 紧紧拉住车门 拍打着车门让周飞飞下车 但车门锁死无法拉开 罗东田见状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 调转车头 陈飞宇转身又跑到奥迪车前 趴在车头使劲拍打车前盖 大声叫嚷着 让周飞飞下车 但是罗东田并没有将车停下来 而是低速向前行驶着 陈飞宇一边倒退着 一边不停地死死抵着车头 此时罗东田猛地踩了一脚油门 奥迪车的车速猛地一下加快了 陈飞宇一下子被撞倒在地 奥迪车从陈飞宇的头部胸部碾压过去 叫车重重地颠了一下 血案在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 刚刚停下车的陈满青闻声下车跑过去时 二哥陈飞宇的身下已经是一滴血腥 陈满青扑倒在地 抱着被压得血肉模糊的二哥哭喊着 但是陈飞宇再也没有了声音 这时吓傻了的罗东田突然快速往回倒车 陈满青边推边拍打车身让他停车 随后罗东田将车停下 见到陈飞宇的惨状 他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几分钟后一辆路过的救护车停下来 将陈飞宇送往医院 此时文勋赶来的警方将肇事者罗东田带走 陈阿雄在接受了警方的问讯后 急忙带着一直在瑟瑟发抖的 周飞飞和罗东田的女朋友离开了 在医院还没来得及抢救 医生就宣告在送医院之前 陈飞宇已经死亡了 面对着哥哥血肉模糊的遗体 陈满青垂胸哀嚎 哥哥来北京和他团聚不到半年就遭此恶运 他怎么面对嫂子一家 怎么面对年迈的父母 而且那个间接的杀人凶手 他的丈夫陈阿雄根本没来医院看一眼 甚至冷血到没打过来一个关切的电话 他的心里除了仇恨还是仇恨 此时此刻 在中海雅院陈阿雄的家里 也是哭声弥漫 不久前 陈阿雄才把姐姐母子带到北京 陈阿雄已经在海淀的大学区 物色了一家门面 准备装修好后开个书店 有姐姐一家经营 如今一切都毁了 陈阿雄的姐姐边哭边说 我儿子是为了帮你 在一时冲通压死人的 你一定要救他的命啊 陈阿雄含泪连连点头 一定会竭尽全力保住外甥的命 此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帮助罗东田 免除死刑的奔走中 一场本可和平解决的离婚官司 因为双方的死死纠缠互不退让 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 而悲哀的卷进了两个大家族的血泪 谁都无法冷静下来 理清仇恨背后的前因后果 从而让事态滑向更为无奈的局面 2004年12月20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罗东田故意杀人案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罗东田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应与惩处 鉴于被告罗东田作案后 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 有救助行为 故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罗东田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赔偿陈飞宇的家人死亡 赔偿金 丧葬费等经济损失 33万余元 对此判决 陈曼青当警表示判的太轻无法结束 2004年12月25日 陈曼青的家人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 2004年12月30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下达抗诉通知书 拿到抗诉通知书后 陈曼青哭着说 我二哥因为我的感情就过送了命 我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2005年8月5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鉴于罗东田的亲属 在二审期间积极待位赔偿 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 基本案的具体情节 终审维持了对罗东田的一审判决 宣判后 陈阿雄驾驶曾经沾染了 陈飞宇鲜血的赵氏奥迪车离开法院 这样的举动 在陈曼青看来 无疑是一种胜利后的狂妄挑衅 陈曼青哭喊着说 我要继续上诉 那天 陈阿雄开车驶离了法院好久 耳机还回响着陈曼青 激烈的声音 惊慌之后 陈阿雄把车停在了护城河边 对着干涸的河床 大声嚎叫着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路 该往何处走 因为 在为罗冬天奔走的大半年时光里 周飞飞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 可以和他同甘共苦的情人了 就在两天前 周飞飞带走了所有衣物 悄悄离开了他 陈阿雄疯狂地找了两天都毫无头绪 心爱的人就这样走了 这让毫无思想准备的陈阿雄悲哀不已 那段时间 陈阿雄在酒精的麻醉中浑浑噩噩过着 而陈曼青密切关注他的行踪 为离婚案继续调查取证 夫妻俩浸淫在各自的仇怨伤害中 无心经营公司 陈阿雄的出版事业一落千丈 到后来 他连两处房产的月供和房子的物业费都拿不出 从2005年到2006年 向陈阿雄发放贷款的两家银行和大京房产的物业公司 先后三次把陈阿雄告上法庭 要求偿还贷款和支付物业费 2008年4月 这对夫妻冤家最终还是一起站到了法庭上 再次就他们的重婚官司进行对质 在法庭上 面对陈曼青拍摄的照片证据 陈阿雄辩解说 我 在我与陈曼青分居的日子里 我与周飞飞是正常朋友来往 对周飞飞的照顾完全受托杨作家 所谓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 纯属无忌之谈 至于陈曼青提供的照片 周飞飞只不过是若干位和我赵国相的朋友中的一位 和我仅是比一般的朋友要好而已 陈曼青诉讼提供的证据 都是主观异端和猜想 以及精心设计的圈套 完全是对我的一种陷害和污蔑 更是对我任何尊严的侮辱 其目的显而易见 请法庭尽快宣布我无罪 并驳回对方的无力要求和敲诈勒索 但是陈曼青在法庭上列举了陈阿雄在重婚期间多次打骂自己 并在同事面前当众辱骂自己的事实 同时陈曼青还指责陈阿雄在重婚期间 对女儿日常生活和学习不闻不问 也给女儿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伤害 为此陈曼青提出了十万元的赔偿要求 2008年4月29日 北京市大兴去人民法院对陈曼青诉陈阿雄重婚案 做出一审判决 法庭认定陈阿雄构成重婚罪 据此判决 拘役陈阿雄六个月 同时缓刑六个月执行 而对陈曼青提出的十万元赔偿 法院没有支持 宣判后 陈曼青依然认为判得不够重 含着眼泪说 都因为重婚 发生了命案 难道治还不严重吗 我担心父母承受不了 至今也没敢告诉父母 二哥死亡的消息 我要上诉 而陈阿雄也同样表示不服判决 他认为法院认定自己重婚的证据 都是似是而非的 他说 我肯定会要上诉 站在法庭上的这对至今尚未离婚的夫妻 经过六年的情变争斗 都已经变得一连铁青两眼呆滞 这场狼烟四起一地血腥的重婚案 不但毁掉了他们的家庭 也影响了亲友的幸福 身边的许多人都希望 已经两败俱伤的他们能就此放手 好和好散 依然不是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 需要关爱和呵护 好感谢收听这一期的派案故事 感谢收听 谢谢大家